天壇 天壇是咱老北京人陳戀最愛取得的地方 這次九神的人呢 一大青島都往這跑 為什麼呢 一個是地大 一個是空氣 有多大呢 天壇是故宮的四個那麼大 天壇有三千六百多棵古樹 這樹林二百年以上的呀 就有兩千五百多棵 三百年以上的呢 也有將近一千五百棵 我告訴您啊 這些老字輩的古樹啊 還組建了一個老年俱樂部呢 過了七十二長廊 就到了成年的地兒了 您瞧 有練八段錦的 有打羽毛球的 踢件的 窩腰的 跳繩的 還有一個老爺子 跟那兒撐巾呢 天壇早年是天地一塊祭祀 所以叫天地壇 家庭年間 改為天地分開祭祀 所以呢 天地壇就改名天壇 這個老翼翁就帶著您 順著天壇的中州縣 由南往北走 《園秋》 是冬至皇上舉行祭天大典的地兒 圍繞四周的紅色紫墊上 是綠色的琉璃娃 您站在園秋最上層的圓心石上說話 四面八方就会传来好听的回音 这就叫一兆景丛时 黄雄宇是供奉圆纠谈祭祀神位的地方 黄雄宇的外围墙就是灰阴壁 殿前的永道上有一块三阴石 站在三阴石这儿鸡掌 就可以听到三个回声 这种现象叫做人间私语 天文若雷 寓意着人间言行都被天神洞察 秦天门是秦天殿院子的正门 秦天门中门共黄天专用 皇上走左东门 文武百官走右西门 秦天殿东南角用绿色琉璃砖 建成的圆形砖炉叫繁柴炉 是祭天的祭器 炉子的东北边呢 放着八个寥炉 这八个寥炉是给清朝前八位皇帝焚烧贡品用的 秦年殿是天坛里边最早的建筑 是根据穆天皇帝明朝嘉庆亲手制作的模型简单 专门用于正月旗鼓 陈缘十月中说 天坛景泉甘脸 居人取极烟 又生龙徐菜 又一亩草 与世练高已寿 妇科甚孝 这可就是秦朝旧景了 早就没有了